在這家家還有一項 因為他的問題蠻有趣的 所以雖然是蘇貝哈給我們問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稍微讓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說在大陸妹 大陸妹在色列 有一個叫做草莓人 草莓人就是說 我們在說到的草莓人 就是說他的心的地方草大了 剛才好朋友問王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的審査 在色列 他比較容易有這種的一個問題 他的夜燒 有時候是深在那裡草大 有時候是休閒的地方草大 這兩個這個政策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很多好朋友 會跟這兩種政策 跟人家說是一樣的一個政策 如果休閒的那種日燒 夜燒 這通常這個大概我們會去看到 會去看到這個現象 這通常含碳區病有關 痰症 要說痰症不是有魚肉汁 不然你請說我知道 有魚肉汁 那如果沒看到魚肉汁 不會讓你看到魚肉汁 他就已經都沿著火了 所以你看不出來有這個魚肉汁 所以這個上 那是一種類似像碳區病 一種的這個 所以 他有很近 很近有可能也是碳區病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有一種叫做這個 他的苦病 他含碳區病不好分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在這個溫度館的時候 還是說落後 這個魚肉在噴 所以這兩行請先去南作火 這是困境的所在 只要說你如果是碳區病 他會看到 應該又如何 你也多少會看到 像魚肉汁的一點 稍微一連 黑黑 外面紅紅紅 來裡面濕它濕湯 很身我的呢 那有看到 但是 有一種是這葉苦病 啊 這種東西是 含覺得 這個 我們在說的 努力 是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所以 從將對著 영iau來說 你要注意 這兩個 用牛 optical 是有一點 隔 所以 如果妳是完全 譬如說努力 努力 連統被控制不痊 可能要夾一些医美类 像山泰隆这类的鱼 用这类的鱼 尤其医美类 这蛮容易要害的 所以可能因为这很辣 所以多数呢 我们如果是生长 或是大宅的时候 在担你的生日 不然这通常很多人都会担到 担到担到 都是因为利用太多 又担到隔温 它就会担到 不然一般来说是买的 这麻烦就是说 这两期以后的安全采收期 都很长 并且以后21天 12天 山泰隆这差不多15天 所以差不多都要多两星期超过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在这个 草莓人一种的经营 这是在这个厢子的外面 那在深 在深那个地方 一般在深的这个地方 当然有可能是越苦病 但是呢 很多 很多是因为这个 我们在说的就是缺盖 这个 这个蜗聚 这蜗聚大陆妹 大陆妹一般叫做福山蜗聚 是怎么叫做大陆妹 因为这有的叫做广东蜗聚 我们不知道怎么 这大陆来的蜗聚 所以就简称叫做大陆妹 所以这我们台湾叫做这个 简称 所以变成的 我们在说的 这种就是半截球 半截球的蜗聚 半截球的蜗聚 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名字 叫做意大利罗曼 有很多人在说 我有这个意大利罗曼 感觉 这听起来就觉得很有特质 这有当时 从阳妹外 这个也是难免 所以很多人都也 像有当时我一个朋友来 今天我们吃得好 不然用这个 特别菜给你们吃 这个意大利罗曼 这个做生菜沙拉 因为其实大陆妹 你如果把外面放到北条 留那个蜗味 你如果用这个油醋酱 然后弄一点点那个柠檬汁 这个坚果 跟它共共的 沾这个面包 面包的那个边缘 要烤一下 用锅子 稍微煎过 煎到搭 现在起来 那面包顶顶 那菜软软切切 吃起来 因为你说意大利罗曼 我这听着就不一样 你如果说那是大陆妹 他就觉得 这不是什么 就很难说 所以其实都是同样一个菜 那一位 听这位朋友最近 他的身体也不太好 这有时候 年纪比较大 当然就做得比较少 我没有 他每次拿他做的大陆妹来 我都回去都洗洗 整理你的 他做生菜沙拉用 真的很好吃 其实这种这种东西 就是确实 他在欧洲 他们就叫做 意大利罗曼 这种半截球剧 我们台湾的这种东西 因为这是 这种 湖山 湖山 这家来 广东 所以这通常 就是由这边传过来 大陆来 所以就叫做大陆妹 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 这给大家知道 因为这种东西 这个是 很 很 缺钙 对这种 虽然 弱人有点多症 但是 如果是稍微弱一点 它就很容易缺钙 很容易缺钙 所以这个钙 因为它本来就是 较冷凉 较冷凉的作物 所以你如果是 高温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缺钙 缺钙 它就 炒心 所以有时候 你担油 担不倒 人家就因为说 这个可能就是 有什么油 一直去炊 这最有可能 是缺钙的 这个问题 超大超大 所以 这如果是说 外面较少 主要都集中 在深的这个地方 这就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 因为缺钙 来改这个盐器 所以在这个 梅仔菜 这部分 尤其是热人的 尤其在温室里面 温室里面 温度更高 所以这个部分 会更复杂 但是温室里面 温室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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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叶枯病 通常是有 流氓 例如我们 用噴水的这种 有去噴到水 水它噴 噴到水 又由这边 断去那边 所以通常 在梅室里面 这个叶枯病 或者 这个 炭虚病 会比较嚴重 在温室里面 温室里面 有可能就是这个缺钙 来盐器 但是这两种 无论是这个 因为是缺钙 还是这个 叶枯病 还是这个炭虚病 这都会 在温室里面 都会很容易 因为这个菜很油 所以都很容易 因为有一个 空锤在那边 很容易在后边 对后边来 就是这个 细菌性的 软腑病 所以 我们一早去 跟天上的朋友 强调 就是在温室里面 有些病 都 没得到 一个很重要 这个原因 通常就是在这边 就是说 其实拖生 我们也会把它控制掉 真的有控制掉 但是他就在温室里面 但是温室里面 我们拖生 也没有把它控制掉 但是他就继续在拖 是怎么拖 他就是有 这个 细菌性的病 在那裡 他有些抗水 有些抗水 就开始 开始阴患 或者说缺钙 像这个宝贝 也是同样 他其实是缺钙 我们说的六心 缺钙 缺钙 他的组织 就变得很松软 很松软 他就 鬆软 他就没法坚固 没法用 所以 这个细菌 就很容易缺钙 所以通常就 落心落在里面 所以这是 这个底部 一定都是缺钙 来把这个硬器 说我就一直補 没法 他就是热 他就是吃不到 所以通常 你要是可以 在这个肥料里面 淡肥不要太高 这个蛋夹比 控制两边 差不多 差不多用滴磷蛋 配合这个 钙甘霉 尤其钙甘霉 在热烈的时候 尤其鲍皮 或是像蜜 这类的 你能够 做回来 配合修用 通常他的结构上 会更好 好够 真好 所以 为什么我们用 这个23号 这个木顶 也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钙甘霉 他适当的一个补充 你自己的 可以去做钙甘霉 就是说有的人 神经 我就用什么钙 什么海藻钙 什么 但是我就有补 但是有时候 真的在天气 就是他不适合 行动 他就很容易産生 所以像说 在这个 宝贝 这个时间 就是不好静 但是你只要你 如果静起来 不会落心 你通常你就不用烦烈 你拍不 所以这就是 但是有的人说 这就要拼到那些 但是有什么没法 所以这有时候 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 这个地方 这在这 带来这些朋友 不然自己做回答